好 我們來囉 歡迎回到逢星期五晚的動漫廢物 今天禮拜講的題目就是 Lefx的動畫小太郎一個人生活 偷聽方法你們正在做 如果你錯過了我們每個星期五的直播 你可以去回 稍後的時間去Youtube 有重溫的 如果你想早點又不想等的話 最好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可以很快的重溫我們的直播節目 重點是不完整的 完整直播 我還沒說完 我知道我會這樣說 我後面還會繼續說 Patreon除了可以聽重溫之外 還可以聽到很多在Youtube幫我們剪掉的幕後片段 你可以收聽到完整的版本 還可以聽到很多我們只會放在Patreon的節目 例如每個星期的十方者 還有我們不定時發生 連主持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錄的 咬吹節目 還有偶爾有些時機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時機節目有什麼好聽 但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 其實Patreon就可以聽完 對Patreon就可以聽完 我剛才所說的所有的記憶 即是沒有東西是Patreon沒有的 如果你想全面接觸我們的節目 每個月只花費可以 最少是5美元就可以成為我們Patreon的私主 去支持一下我們之主 就可以聽更多不同種類的節目 40元港幣 沒錯 當然你要給...好像可以調整價錢 可不可以又課金 我想說Patreon的價錢是可以自己調整的 對 除了如果你覺得5元你們不止這個數 你可以調高一點的 任你的 不過最低消費就是5元美金 即如果你覺得我們值42元 你可以多給2元 或者98.28元 你都可以設定的 可以自己調整的 突然間覺得自己好像某個Youtuber那樣 說什麼都說 這個食物值32.64分 即是... 想起到嘔電 那好 大家好我是冰志 大家好阿羅 稍後還會有個外籍人士會 會進來 不知道在哪裡 可伯那個是 先課個Like給各位主持 多謝可伯 多謝可伯 那先看 今天我知道大家 本身這套是《小太陽一個人生活》 本身就是個... 漫畫來的 後來就改編了做日劇 再過了好像大概一年左右 接著才去到 有現在的Netflix的動畫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內容 都是圍繞著Netflix的動畫先 那... 先...我要先換個圖 不用轉 那... 這套東西的作者呢 就要等我一會 我要先開我的電話 那... 這套東西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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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再加少一點 但都可以的 有它的味道 有它的風格 小太人的角色就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漫畫版的小太人很瘦削 好像很慘 但動畫版的角色就像肥頭嘴耳一樣 正常小朋友 可愛的感覺 漫畫版比較慘情 電視劇在2021年開始會播放在朝日電視台 總共是10集 過了大概1年之後 就開始出動畫 總共都是10畫 所以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看 好 那我的藉人士回來了 大家好 我是賣牛者 剛剛看完電影 所以現在在街上 是不是能播出的了 不知道 聽眾聽不聽到賣牛者的聲音嗎 應該是能播出的 之前也試過 如果聽眾聽到賣牛者的聲音 都... 可以多給幾句嗎 我現在在街上趕回家 我會一邊聽著一邊回答 我們剛剛講完一些基本設定作者的東西 故事簡介就很簡單 講小太郎當主角 動畫設定好像是4歲 4歲的小太郎 就一個人搬進去清水公寓的地方 就是一個人生活 接著就遇到他身邊的鄰居 包括剛才的畫面看到後面那幾個 鄰居慢慢跟他接觸之後 就發覺... 開頭就很好奇 一個小朋友會一個人自己的生活 慢慢接觸他 有很多窩心的行為 或者奇怪的舉動 就引起了幾個鄰居的注意 和留意 慢慢就發展到 原來很多他這些舉動 或者行為 背後 其實都是一些很洋蔥 被人覺得很悲傷 或者是很惋惜的一些原因 引發而成的 接著就發展了一系列的故事 大概的故事是說 他們和小太郎和幾個鄰居 在清水公寓裡發生的一些生活點滴 初初看過劇名 我其實想不到他是小朋友 我以為那個主題 可能是一個成年一個人住 可能是關於社會議題的孤獨 但原來我一看 以為是溫情的東西 原來是溫情包裝的 催淚故事還是感人故事 它兩樣都有些 馬基是否你想說 我很有趣 其實為什麼會開這套動畫來看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猜大家不會覺得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角色 那個角色好像細化 我知道大家會不同意 但是因為純粹是感覺 所以很難解釋 沒得解釋 所以可以去看看究竟說什麼 但是整個故事 是很感動 每一個小故事 阿冰芝剛才有提過 他是講他關於 在清水公寓的一些生活 除此之外 還講他和一些 在幼稚園的其他小朋友 以及他在 因為他一個小朋友四歲 你要生活都要多少錢 也有講到他背後 他自己家裡的東西 我覺得有好幾個故事 其實都會看到我眼淚淚 都不是覺得的 這是事實來的 都是看到自己眼淚淚 是啊 那時候我是追得很快的 因為我是在萬記的時候看 所以 我是在萬記的時候 在公司裡有提過 然後問問大家會不會看 所以我就開 其實我開頭看覺得有點悶 特別看第一集之前半集 因為那個名字很不吸引 那個名字 想不到他的故事其實想說什麼 以為是那些催淚的東西 搞一些很可憐的東西 引你哭 那些那類的東西 我本來有興趣 抱著一個很沒有興趣的心情去看 所以我一開始就很不投入之下 就覺得很悶 然後看了一集之後 好像跟我的想像有點不同 然後他裡面好像很多隱喻 帶出了很多背後的一些 heaven message 然後就發現 誰最trigger你啊 誰最trigger你啊 其實 你說我最初看得很悶 就是覺得很悶半集 但是為什麼會trigger到你覺得 嘩之後是很窩心 很想看下去呢 其實 因為 我們剛才所說 他裡面會 開頭 他的套路其實就是 開頭他會去描述 小太郎一些奇怪的行為舉止 或者一些很老成的一些對答 那你一開始覺得 看著這個人就好像在看 當年我們看那套 那套什麼 殺人犯嗎 還是他剛剛有 忘記了什麼 大筆劉政那個 喔 郭富城那套 對啦 那個小子 我突然就彈出來 然後當你看到 完結了一集 或者過了一兩集的時候 你知道他背後的行為 我們一會兒都會說那些行為 背後為什麼會引成那些 你會發覺 嘩其實 然後你突然間就會覺得 好像你真的眼前有個 這樣的年輕人 你遇到他 知道他的東西 然後你覺得他很可憐 他的可憐度 不是因為他 不只是慘 那麼簡單 是覺得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 在那小朋友身上 你突然間會有一個很大的軟性 然後我就想知道更多他的東西 然後引發到我 很想繼續看下去 到後期我正常連真人版大半 我都看了 那我發覺中間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的模式 想表達的東西 都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這套東西 令到我看完之後 有很多感觸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 都會發生到的呢 類似這些事情 但是真人版的結尾是有一點點不同 他的內容也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我們會說 不過我 這個感覺是 是從兵之調轉 就是初一開始 我是覺得 挺有趣的 那為什麼那個年輕人會自己一個人住 那他搬到來這個新公寓之後 又跟一些同伴 或者鄰居 是有些什麼故事 這樣很吸引我看 但是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又覺得 哇 開始有點隱瞞 就是他 因為他的劇情 都好像我們剛才說 他生活有些事 而那些事 有些就relate到小塔蘭過去 他靠過去一些行動 或者他的說話 去帶回小塔蘭以前經歷過什麼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成長成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套路 或者這個pattern 太重複了 所以我覺得 越看就越隱瞞了 不過我覺得真人版就好一點 因為真人版就 有一些我喜歡的演員 但是我又不覺得他運用得很好 但是他們幾個演員中間的互動 是比動畫好看 多謝嗨嗨 課金給我們 今晚 我們講到中間的浪 之前不如都簡單提一下 一些角色 主角就是 小太郎 剛剛提過 他因為 家裡出現了一些事故 簡單來說 其實他爸爸 本身就是一路生活 最小就是他爸爸有家暴的習慣 打他的老母 後來他老母就忍不住 後來就離開了家 拋棄了小太郎和他爸爸 就離開了 說了沒多久之後 他媽媽也都因為交通意外 我沒記錯是交通意外 就過了身 然後後來他爸爸 因為那時候家暴的緣故 小太郎就去求救 然後其他身邊的大人 就幫他報警 就拘捕了他爸爸 從此 法庭就判了他爸爸 不可以接觸小太郎 就逼著小太郎 只可以一個人生活 小太郎曾經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去了 應該叫做 香港的兒童縣 孤兒院 再經歷了幾次之後 到後期他就拿著媽媽的保險金 然後就一個人生活在清水公寓 但他本身到現在為止 他都不知道 原來一直在花錢 就是媽媽的保險金 因為他不知道媽媽已經死了 大概到清水公寓 就遇到其他不同的鄰居 再引發之後的故事 小太郎的背景大概就是這樣的 其實在漫畫裡 沒有說得那麼仔細的 你要看看漫畫和文真人版 兩方面的資訊合起來 才會比較清楚些 他們背後的父母 和他之間的關係 和故事 我們可以說一下 他第一個遇到的鄰居 住鄰居的就是一個 未發跡的漫畫家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未發跡的 他沒有發跡的 他有說過拿獎 但是他沒有一個正式連載的 是不是叫守野那個字 我不是很懂得讀 守野俊 守野俊 他就在這個劇中 第一個接觸小太郎 因為他正正住他旁邊 然後就帶他去 浴室 浴室 不是那個不是叫浴室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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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曖昧 帶著小孩進浴室 浴室 其實他們的相約應該這麼說 小太郎搬到去 就很主動跟鄰居打招呼 第一個就跟了 守野俊 然後就打招呼 告訴他 我身來的 住在旁邊 因為他們 可能日本人習俗 新入伙就會送禮物給人馬 小太郎每一伙都送了一盒很名貴的紙巾 這樣就開始了他們的關係 然後守野俊 其實我覺得他都很溫柔的哥哥 某程度是少許像爸爸 因為他很留意這個小朋友 他為什麼會一個人住 又不知為什麼 半驅半驅又要照顧他 但其實往往都是樂意的 所以他建立的關係 有些像哥哥 有些像爸爸 像監護人 其實小太郎遇到小太郎之後 他都很明顯的改變 因為守野俊本身自己是一個很窄的人 經常都躲在家裡 不是很喜歡接觸人 所以他有時候都說 都被編輯說 你的畫畫很離地 都不是這個時代的畫風 不適合 對 其實他很少主動接觸人 他不是很喜歡接觸人 所以到他遇到小太郎之後 因為小太郎那時候 第一句 除了去探訪他之後 晚上都問他 這裏哪裏有浴室 我發覺我房間沒有 然後守野俊說 我們這棟大廈沒有浴室 要去就去操堂 原本小太郎是自己 打算自己一個去的 然後突然間守野俊 覺得一個英俊 你一個人住 夜晚晚自己一個去浴室 好像突然想到 靈光一閃 覺得好像不太好 不如我陪你去吧 就開始 建立了他們兩個開始的關係 他慢慢就越來越擺 心機或時間去關注小太郎 或者去照顧他 慢慢就兩個越走越近 同時間這個關係 令到他 可能因為這樣 比較 個人會願意接觸多些的人 到後期 他跟 不知道是否有這個緣故 他的話是進步了 然後到編輯讚賞 是好 某程度都是受小太郎的激勵 對雙方的遭遇 然後就各有成長 不過我覺得主要都是 守野俊成長多過小太郎 小太郎已經很老練了 即是有些老職 我覺得 還有守野俊出場的 比人的感覺都很強 因為一開始描述 他就已經說 他被女兒罵他 然後說他失約 為什麼約了他不來 然後為什麼 原來他在家裡睡了 然後女兒上門 就罵他 然後他打算解釋的時候 就叫他記錯了女兒的名字 那整件事就和了 那你就看到 守野俊其實 本身那個人都是那些 就是吊鋼鐺 不吊不吊 不知怎樣 又不喜歡出街 那些人 但是我剛才 阿樂說 看起來好像是 守野俊成長多些 固然都有成長 但是我覺得 阿小太郎正正就是 因為他太 太過老職了 所以他的成長 反而將他 要變回 做一個真正的小朋友 是啊 是啊 你看到他十集 雖然他還有很多 事情還沒有放得開 但是他的孤值是長久的 已經持續了很久 一段長時間 他不堅強 他會覺得自己 即將來是保護不到 保護不到自己和家人 因為他不知道他媽媽還沒死 他會保護不到媽媽 保護不到自己 沒有辦法 一家人再和爸爸一起生活 那所以他就 過份老職 反而就是 在透過和大人的相處之下 變成他要 變回小孩 這件事就 動畫 動畫好像比較未描述 到他 沒有時候會變回小孩 這件事 但是 張圓板就有一小小段 顯示了 小太郎 表達了他 真正他小朋友的行為 挺有趣的 所以 這裡可以等 晚一點 我們講動畫和漫畫的分辨 可以再看一看 除了所謂進之外 另外有另一個鄰居 住在201號房 在香港的秋有美月 這本身晚上是做了一些女公關 即是陪酒那類的 在日本 原本就是有個 即是他的背景就是 原本有個男朋友分手 然後被男朋友 經常都 找上門要求他 拿錢 以及會打他 搞到他有很多煩惱 然後 當他遇到小太郎之後 然後就覺得 小太郎很可愛 就被很多 覺得這個 這個小朋友 令到他很想 去照顧的小朋友 從現在 在他們兩個相處之間 反而是很多的位置 反而是被小太郎開道回去 他怎樣想 然後說他最後就是 因為不想拖累清水的住客 然後最後就選擇搬走了 是 我蠻喜歡看 我覺得美月走 是很可惜的一個故事 什麼 是啊 美月走 美月走 是一個很可惜的故事 我很喜歡看守夜駿 小太郎 和美月三個人的互動 但是看到 動畫的中後段 因為劇情需要 他就搬走了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因為他要加個新角色 明明都很重要的 即是他們三個人的 那個 interaction 或者他們的 關係已經很好了 因為 因為只有美月一個人是正常人 因為他美月那個 最唯一的 其實是這樣說的 他裡面每一個人 每一個角色都有一些 心結 或者有一些問題 本身 但是一直都沒有去解決 但是透過和小太郎接觸之後 開始有些 你可以說是法律反應 然後慢慢 令到他們彼此 去解開了心裡面的一些結 但是美月的心結 其實去到 解決了男朋友的事情 之後 其實他已經沒有 沒有東西可以再寫 只可以寫一些 日常的相處感 可能因為這個緣故 就被迫要退場 引了另一個角色進來 就住在美月的房間 另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 如果你這樣說 另一位鄰居 就好像黑道大佬那個 田園庸 田園庸 其實我覺得他 都符合你剛才所說的 即是他 初初出場就是 穿了那些 好像Yakuza的西裝 立了頭 炮皮西裝 好像一個惡人 但原來他也有溫柔一面 他也是跟他的小朋友 背後的故事 想親近一些 他也想跟他的小朋友親近一些 還有他也想親近小太郎 他解決了問題之後 他其實都是在那裡閒氣 他都沒有東西寫 但他搞笑 他跟小唐之間的互動 他覺得他是一個 好像癡漢一樣 要玩年輕 小唐就不讓他碰 他們這些還有一些 小唐之間的小唐之間 還可以結束 我不知道 是否這個原因 會留在他那裡 要走也不是走得那麼多 還有我覺得 田園庸 是怎麼說呢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你想想 他就好像香港的炮哥 他的樣子好像很餓死 好像很不近人情 你不想彈過去 但你認識他 就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很溫柔 很喜歡的人 很容易他們兩個就串連到一起 剛才說過 美穴走了之後 他回房間 來了另一個 就是武田 是否僅 我不懂得說 應該是 武田 那 等一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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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田 武田 就搬來了 武田 本身是什麼人呢 他是一個 對小朋友 他本身是一個 對 在營養方面 很有認識的人 但是呢 因為以前一些 過去的 疑事陰影 他就 很害怕跟小朋友接觸 很怕小朋友 但是 你知道 進來清水公寓 你都難免會跟小朋友 跟小朋友相處 很多的交集 然後他就從而透過跟小朋友的交集 慢慢去學會 如何跟小朋友接觸 然後克服了自己 很怕小朋友 很怕接觸人 這一個 的情況 大致上 如果說 這套 主要角色 都是這幾個 因為這套 重點 不是在角色 是在 他們 當中的經歷 和故事 但是 其實我覺得 他的配角 他的鄰居 剛才都有提 提過 他約兩 有什麼 背景故事 或者每個人 有什麼 叫做 收買的過去 但其實我覺得 在動畫 Netflix 10集動畫的內容 我覺得 很少著墨在配角上 他們的事件 解決完之後 他們就好像一個限角 就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 除了 漫畫家 是比較好一點的情況 其餘那些都是 好像 他做完第一個任務之後 就完了 就沒有戲了 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其實 也有東西寫的 美月 或者 可以做到一個 媽媽的 例子 或者 好像黑道 那個 叔叔 好像一家人 我覺得很運氣 但是 就沒有 他就沒有寫 我不知道 是他的 份量 不夠 還是動畫版的 控制 我純粹是覺得 取捨的問題 因為他的目標 不是想寫一個 和諧家庭發展史 我不是想寫一個故事 究竟這個小朋友 很慘 然後突然遇到一群好的人 然後怎麼樣 令到他們很溫馨的生活下去 他不是想寫這些東西 他想透過小太郎的行為舉止 然後告訴他 帶出一些社會問題 如何正視兒童的問題 很多人想說這些 所以他的著眼點 不是擺在每一個人的心情 因為他不同一般的劇情 所以我說 這套劇情的簡介 其實很快可以說完 因為這些人不是最重要 他是背後想說的 訊息才是重要 所以當每個人都解決了 他最基本核心的事情 基本上 他的分數就不大 反而你說 漫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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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有很多 好像是陣落 一會忘記了什麼陣 就是 他從頭到尾都是帶著他 在小太郎身邊照顧 和看著他 一舉一動的人 所以他一直都會在 其實其他有些 就是用來 單閒出現 所以 我純粹覺得 重點不是在那個位 所以他不會 花很多筆劃 不密在那個人物上面 那 剛才我們開頭介紹小太郎 那時候 都有簡單說過他的簡介 那 因為 最初我們 設定了 時 都 萬記都有問過一個問題 就覺得 小太郎的老父母 是不是真的 算不算太好 親 小太郎一定不親 小太郎 那你們自己看完之後 覺得怎麼樣 萬記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他媽媽很疼的 如果不是都不用 那麽大筆保險金給他 但是因為他受到 那個老父母的家暴 當然都會令他很疼 所以 你會見到他導致到 就是 整天都沒有辦法 好理到小太郎 你看到其實 小太郎為什麽會這麽喜歡 將軍大人這套廢物作品 就是因為 他沒有時間理他 但是你看到他不理他 其實都是因為他背後 被他老公打到 那麽大筆保險金 那麽 那麽所以 那麽我 我 所以 所以 還有你見到 其實他老母有留下一些口訊 的嘛 就是講 每個星期給點錢 小太郎 是希望他可以 就是 黑道地成長,而且不要讓他知道,其實他已經死了 我覺得那種關注是在那裡的 但是因為背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做什麼 那他爸爸呢? 爸爸也有點疼愛的,雖然他也有虐待過兒子 但是你看到他其實也是想找回兒子 而他不是想找回兒子,他會繼續害他 但是不算好,因為他也只是出了一集半集 如果我其實是覺得他爸爸媽媽都是愛惜小太郎 但是他們愛惜小太郎是一回事 但是維持他們的婚姻也是另一回事 他們就維持不了婚姻的關係 而令到小太郎要面對家庭破裂 最後一個人住 但是這動畫沒有很多不默說 為什麼引致他們家暴的成因 只不過有後邊的部分給你看 他又打媽媽,媽媽不停哭 照顧不了小太郎 給了很多大人很不開心 很悲傷的畫面給他看 但是我覺得是 他們兩個都有心去想照顧小太郎 但是有些事情不合理 因為爸爸他某個故事都說到 他特意請施家偵探來 珍田好像是 來調查 來陪小太郎住 其實很多都是有心的 只不過是某些事情他做不到太好 所以才令到這樣 賣記器和樂後都沒有看《真人版》 《真人版》又看到 未月搬走 但我知道後來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真人版》 他補完很多小太郎和爸爸媽媽之間的關係 背景和原因等 看完《真人版》 看完《真人版》之後 我的看法有點不同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很疼他的 但是你說誰疼他多些 我就會偏向爸爸疼他多些 因為你會見到 因為我忘記了漫畫 忘記了動畫 還是真人版 小太郎不是做那個 叫做出租擔遮人的 在車站幫人擔遮人的 那裡其實為什麼會引發他 他會做一件事 是想起那時候 以前是跟爸爸媽媽擔遮 出街的時候 爸爸媽媽會擔遮 如果你是寫一個人 你就不會讓他淋濕 之而處女 其實有一幕 就說媽媽有一次跟他出街 就是擔遮小太郎 小太郎是濕透的 但另一幕就是 爸爸跟小太郎出街 爸爸肩膀濕透 小太郎完全沒有濕透 你會見到 其實爸爸在 對於關注小太郎 或者重視小太郎 這件事上面 爸爸是比較重視一點 不過你說 媽媽是不是不疼 媽媽不是不疼 媽媽因為長期都被爸爸家暴 他根本沒有那個精神 心思去再擺很多時間 或者精神在小太郎身上 他只要面對家暴這件事 都已經令到他 都想不到其他事情 簡單來說 所以他相對來說 對小太郎那個 那個 照顧或者 而且重視程度是低了很多 那 但是 好像在曼劇所說 他死了之後 都 有筆錢 然後 希望每個 分批給他 又交代到他 希望他一個人要自己 好好生活 其實媽媽都疼小太郎 不過 如果我只看剛才幾樣東西的時候 我會偏向爸爸疼他多些 還有爸爸的家暴不是因為他自己 喝醉要走 還是什麼 其實他本身 有一種類似的病 還有 你真人版後面有提到 就是 爸爸在那時候還沒有跟他一起住的時候 曾經是 想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上網搜尋過 怎樣去治療家暴這件事 他知道自己有問題 不過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是很想解決這件事 但是他最後做不到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一定要選誰多些 我就會偏向是爸爸多些 所以其實他的安排有點不同 我上網都看過別人的觀感 就是說 日劇版的完整度是好很多 因為動畫版可能他有planning 之後再出 所以有些東西是缺失了 我覺得他 因為他很大機會出第二季 我覺得他是將一些東西 放一些在第二季再去透露出來 因為他都是看 因為劇版完一年之後才能出到畫版的 所以他知道整個日劇版裡面 哪些東西是想要的 然後就可以分批出來 所以都不排除他可能去第二季 就會多講一些 他們父母以前跟他一起生活的東西 是 是 我覺得 是 是不是要第一節完 第一節 是的 都可以完整一下 我們 都好像很長 是啊 那我們就暫時在這裡停一停 先 稍後再回來跟大家講一下 小太郎他我們之前講的一些 他很溫馨故事後面的一些悲哀的一些 帶出來的message 稍後再見 第二節 就是 我可以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